这个女生高中上了五十多年 还跟一百多个不同的花美男交往 在美少女游戏里她完成了人生赢家 可是在现实里她从未主动和男生说过话 是个名副其实的丧女 但她自己可不这么想 在过去三年 隔壁男生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帮她剪橡皮 以及一年一次的问下杰克的课程 这些在她眼里被看作是有吸引力的表现 而自己肯定是一个外人迷 马上就要步入高中生活 为此黑幕质子进行了极其严苛的美少女游戏 用游戏里五十多年和一百多位NPC男生的交流经验 作为自己高中的模拟训练 一切看似那么完美的准备 可开学已经两个月了 别说男生了 连一只公文字都没有接近过 听着别人各种聊天的内容 质子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羡慕 渴望交流的她都开始口吐白沫了 但没一会她又强行安慰自己 毕竟孤独的快乐是别人没有的 自己可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女生 只要按照现在来偷偷努力 等到了期中考试就能惊艳所有人 想必大家就会对她刮目相看 然而一声放学铃声就打断了她的幻想 在质子准备回家时 旁边不断有着各种各样男生女生之间交流的信息涌进她的大脑里 直到老师给她打了声招呼 质子激动的那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可质子在家和妈妈的交流却是形如流水 为了找回初中和别人说话的感觉 质子又重拾男友游戏 各种对话都拿捏得稳稳当当 游戏机都承受不住如此大的交流功力而被击飞出去 此时质子忽然套上丝袜 换成JP 书成大人模样 看着镜子里迷人的自己 质子实在忍不住还是吐了一地 然后质子戴上了爸爸的老花姐 发现自己有着惊人的打扮天赋 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成为一个萝莉美少女 于是质子上网查阅各种打扮收拾的资料 一阵大刀阔斧后 决定先拿自己的弟弟开刀 质子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 还是先找弟弟聊天找找对话的感觉 但弟弟只想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不过还是听了姐姐质子一番丧气发言 其中考完这天放半天假 之前经常去唱歌的几人依旧约在一块唱歌 质子看到门口的老师 憋了好久终于说了声再见两个字 这一重大突破让质子兴奋不已 开心的就去买好吃的 只是小声说了几个字就自认为 能和便利店帅哥流畅的交流 这一下助长了质子想要交流的气势 下一站质子跑到图书店里 一口气看了20本漫画书 感觉热身结束的质子准备去其他地方要大干一场 于是将目标锁定自己同位去过的汉堡店 和店员你来我往的磕磕绊绊说了许久 才点了一个汉堡 这也是质子第一次吃汉堡 准备走的时候 那几个唱歌的同班同学正好也来到这里 还坐在下楼梯的位置 质子不想被同学认出自己是一个人太孤独 于是质子来到厕所 又开始展现他那惊威天人的打扮化妆术 果然这举手投足之间 还有这无可比拟的气质 让这几个同学压根就认不出 可下一秒 よし よし うい 何やってんだこのバ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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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